听书世界名著系列 与你开启智慧之路 把你沉浸在你自己的相音时光 把你迎接每个美好的清晨 倾听伟人的声音 学你提高你的汉语听说能力 陪伴每一个你自己的时光 恭请订阅听书世界名著系列 听书有声书世界名著系列 第288期圣经旧约阿摩斯书简介 在旧约圣经上帝的代言人中 阿摩斯的信息是第一个有详细记录的 他虽然来自南国犹大的一个村庄 却在北国以色列传道 那时约当公元前第八世纪中叶 政治国家繁荣 宗教生活特别显著 人民过着安定的生活 人民以为这是上帝赐福给他们的征兆 可是阿摩斯看出 所谓繁荣只限于富有的人 穷人仍然忍受着不公平的待遇和压迫 宗教热心显然是虚假的 而所谓安定也只是表面的状况 阿摩斯以他的热情和勇气发出警告 预言上帝将惩罚以色列 他要求让正义向江水滚滚涌流 他说也许上主万军的统帅上帝 会对这国家的残存之民显仁慈 提要 一对以色列邻国的审判 二对以色列的审判 三五个异象 阿摩斯书第一篇 在乌西亚做犹大王 约华师的儿子耶罗波安二世 做以色列王期间 大地震前两年 上帝向提戈亚村的牧羊人 阿摩斯启示有关以色列的事 以下的记载是阿摩斯的话 阿摩斯说 上主从西安怒吼 从耶路撒冷发出雷轰 牧场的草枯干 加密山的青草变黄 上帝对以色列邻国的审判 叙利亚上主说 大马士格人再三犯罪 我一定要处罚他们 他们用残酷的刑罚 虐待激烈人 所以我要火烧哈薛王的王宫 摧毁扁哈达王的宫殿 我要捣毁大马士格的城门 歼灭亚文平原的居民 和博伊殿的首例 叙利亚的人民又被掳到吉尔 上主这样宣布了 非利是 上主说 加萨人再三犯罪 我一定要处罚他们 他们俘虏了邻国的人民 买给乙东人做努力 所以我要火烧加萨的城墙 摧毁他的宫殿 我要歼灭亚图什的居民 和亚什基伦的首例 我要处罚以格伦城 凡是留在城里的非利式人 都要死亡 至高的上主这样宣布了 泰尔 上主这样说 泰尔人再三犯罪 我一定要处罚他们 他们不遵守跟友邦签订的条约 反而把邻国的人民 放逐到乙东做努力 所以我要火烧泰尔的城墙 摧毁他的宫殿 以东 上主这样说 以东人再三犯罪 我一定要处罚他们 他们不仁不义 用刀剑迫害他们的亲族 以色列人 他们的暴怒永不停 他们的愤恨永不休止 所以我要火烧 迪曼的城市 摧毁波斯拉的宫殿 亚门上主说 亚门人再三犯罪 我一定要处罚他们 为了要扩展领土 他们甚至抛开 激烈地孕妇的肚子 所以我要火烧 拉巴的城墙 摧毁他们的宫殿 战争爆发的时候 将有喊沙的声音 搏斗像狂风暴雨 他们的国王和官长 都要流亡 上主这样宣布了 摩押 阿摩斯书第二篇 上主说 摩押人再三犯罪 我一定要处罚他们 他们把以东国王的尸骨 烧成灰烬 所以我要火烧摩押 摧毁加略的宫殿 当军队大喊 号召吹响的时候 摩押人一定在战场上死亡 我要处死摩押的手里 杀尽他所有的官长 上主这样宣布了 犹大 上主这样说 犹大人再三犯罪 我一定要处罚他们 他们去解我的法律 不遵守我的贱命 他们被祖宗所奉 信奉的假神勾矣 离开了正道 所以我要火烧犹大 摧毁耶路撒冷的宫殿 上帝对以色列的审判 上主这样说 以色列人再三犯罪 我一定要处罚他们 他们贪图钱财 贩卖老实人 把无法还债的穷人 以一双良鞋的价钱 卖给人做奴隶 他们践踏平民 推开路上的穷人 父子去跟同一个神庙 娼妓睡觉 侮辱了我的圣民 他们竟敢在祭坛旁边 用穷人抵押 给他们的衣服当床单 他们竟敢在上帝的殿余里 拿剥削穷人的钱 买酒喝 我的子民啊 雅摩利人 虽然像香薄树那样高大 像香薄那样强壮 为了你 为了你们 我还是把你们彻底消灭了 我从埃及把你们领出来 在旷野中带领了你们四十年 把雅摩利人的领土赐给你们 我从你们的子弟中 拣选了先知 从你们的青年中 培养了离俗人 以色列人啊 这些话难道说错了吗 我是上主 我这样宣布了 但是你们勉强离俗人喝酒 不准宣知传我的话 所以我要把你们压倒在地上 压得像瞒载五谷的车子 搁吱搁吱作响 就算是赛跑 剑将也逃不断 大力士也要失去力量 军人连自己的命也难保 弓箭手站不住脚 跑得快的战士也无法逃命 骑士也不能逃生 在那一天最勇敢的战士 也要丢掉武器 仓皇逃命 上主这样宣布了 阿摩斯书第三篇 以色列人啊 你们要听上主告诉你们的话 这些话是向你们全国人民讲的 上主曾经从埃及把你们领出来 他说 在全世界那么多国家中 我选上了你们 你们还犯了那么多的罪 正因为这缘故 我一定要惩罚 先知的任务 两个人不同意 他们会并肩走路吗 狮子没有发现猎物 它会在树林中咆哮吗 少壮的狮子没有抓到东西 它会在洞里吼叫吗 如果捕鸟鸡没有耳 飞鸟会被捉住吗 没有东西碰捕鸟鸡 它的弹簧会跳动吗 作战的警号一响 城里的居民会不害怕吗 除非出于上主的旨意 灾祸会临到那城吗 至高的上主要采取行动的时候 一定先把计划告诉他的仆人 先知们 狮子咆哮的时候 谁不经胆战呢 心经胆战呢 至高的上主 讲话的时候 谁能不传达他的话呢 亚玛利亚的厄运 你去向那些住在埃及和 雅士图王宫里的人宣布 你们要集合在 亚玛利萨周围的山上 看看城里所发生 那混乱和欺压的事 上主说 那些人在他们的宫里 蹲满了抢劫和剥削来的财富 他们不懂得什么是公平交易 因此敌人将包围他们的城市 破坏他们的防线 洗劫他们的宫殿 上主这样说 就像牧羊人 只能从狮子的嘴里 抢回两条羊腿 或一截耳尖 在萨玛利亚过奢华生活的 以色列人 也只有少数 能从灾难中逃脱 至高的上主 婉军的统帅上帝说 听啊 要警告雅各的后代 当我处罚以色列所犯的罪时 我要拆毁 伯利 伯特利的祭坛 每一座祭坛的四角 要被打破 倒在地上 我要摧毁他们 避暑的别墅 和避寒的暖阁 象牙装饰的房屋 和豪华的楼房 都要倒塌 成为废墟 上主这样宣布了 阿摩斯书第四篇 萨玛利亚的妇女 要听我的话 你们胖得像巴山的母牛 你们欺负弱者 压迫穷人 指使丈夫倒酒给你们喝 至高的上主 指着自己的圣名 发誓说 那日子一定要来 有人会用钩子 把你们勾出去 正向鱼被勾住了 你们会一个一个 被拖到最靠近的 一个城墙缺口 被扔出城外 上主这样宣布了 以色列仍未受教 至高的上主 至高的上主这样说 以色列人啊 你们到伯特利的圣旨 去犯罪吧 你们到吉甲 去尽量的犯罪吧 你们天天献生计 每隔三天奉献 所得十分之一吧 你们尽量去 献共饼 作为感恩计吧 你们尽量去夸耀 慷慨的奉献吧 反正这些事 是你们自己 所爱做的 是的 是我把饥荒 降到你们的城里 使你们绝凉的 可是 你们还不归向我 在你们的农作物 最需要雨水的时候 我不降雨 我在这城下雨 在那城不下雨 我使这家田地有雨 使那家田地枯干 有两缩在这城的居民 口渴得软弱无力 到附近城市 桃水河 但也无法解渴 可是你们仍然 不归向我 我送一阵热风 烧焦了你们的五谷 我拆派蝗虫 吃尽了你们的蔬菜 葡萄 橄榄 和无花果 可是你们仍然 不归向我 我将瘟疫在你们当中 像从前 将给埃及人一样 我在战场上 杀死你们的青年 抢走了你们的马皮 我使你们满鼻子 嗅到营中 死尸的臭味 可是 你们仍然 不归向我 上主这样说 我消灭了 你们当中的一些人 正像我毁灭 索多玛 和 俄摩拉一样 你们这些 劫后余生的人 正像从火堆中 剪出来的 一根柴 可是你们仍然 不归向我 所以 以色列人 我要处罚你们 正因为 我要对付你们 你们 快准备好 向我交账吧 上帮 上帝 上帝造山 也造风 把自己的旨意 告诉人 他转白昼为黑夜 统一治理 普天下 他的名 是耶和华 万军的 统帅上帝 呼召 呼召以色列人 悔改 阿摩斯书 第五篇 听啊 以色列人 我要为你们 唱一首网歌 厨女 以色列已经跌倒 再也站不起来了 她被摔在地上 没有人能扶她起来 至高的上主这样说 以色列的城 派出一千名士兵的 只有一百名活着回来 派出一百名的 只有十名回来 上主 向以色列人说 要寻找我 才有生路 不要到别十八礼拜 不要到伯特利寻找我 伯特利要变为乌有 不要去吉甲 吉甲的人会流亡 要寻找上主 才有生路 你们若不去找她 她要向一把火 烧尽以色列人 她把火 要烧尽 伯特利的居民 没有人 这把火 要烧尽伯特利的居民 没有人能扑灭 你们要遭殃了 因为你们歪曲正义 剥夺了人民的权利 上主 创造了新城 造了毛星 和参星 她使白昼变为黑夜 把黑夜变成光明 她吩咐海水的 她吩咐海洋的水 倾倒在地上 她的名 是 耶和华 她是强者 遭灭亡 是堡垒 被摧毁 你们这些人 恨五人家 在法庭上 主持公道 公正无私 你们欺压穷人 抢夺他们的口粮 所以你们绝不能 住在自己 用石头建造的楼房 也不能喝自己 美好的葡萄园 所酿制的酒 你们罪恶深重 罪案累累 你们压迫好人 接受贿赂 在法庭上阻止穷人 得到公平的裁判 在这邪恶的时代 难道聪明人 都不讲话了 难怪聪明人 都不讲话了 要追求良善 摆脱邪恶 你们才有生路 这样 就照你们说的 上主 万君统帅上帝 才会真正的 与你们同在 要 饥饿如仇 喜爱良善 在法庭上 生战正义 这样 也许上主 万君的统帅 上帝会对这国家的 残存之民 显仁慈 所以 至高的上主 万君的统帅上帝 这样说 街道上 将到处 有 嚎啕哀哭的声音 陪哭的人 都被雇完了 只好去拉农夫 冲荡 葡萄园 只听到 哀哭的声音 这些事 一定会发生 是的 在葡萄园里 只听到 哀哭的声音 这些事 一定会发生 因为我要惩罚你们 上主 这样宣布了 等候上主的日子 来临的人 你们惨了 上主的日子 对你们有什么好处呢 上主的日子 对你们 只是黑暗 不是光明 那日子来临的时候 你们无处可逃 好比一个人 刚躲过了狮子 又碰到了熊 又好比一个人 回到了家里 精贫易尽 把手 靠在墙上 又被墙上的蛇 咬了一口 上主的日子 将带来黑暗 不是光明 那是倒霉的日子 没有一点 希望 上主这样说 我讨厌你们的节气 受不了你们的盛惠 我不接受你们的烧化剂和素剂 也不稀罕你们献上肥深处 做平安剂 我不喜欢你们那闹哄哄的歌声 也不爱听你们弹奏的乐曲 其实 你们应该像江水滚滚涌流 不屈不挠地伸张正义 像溪水 船流不熄 始终不屑地主持公道 以色列人 在旷野的那四十年间 你们何尝 想生计或供物给我 现在 你们得背起自己雕刻的偶像 撒顾王神和加温星神 一起流亡 我要把你们放逐到 大马士革 以北遥远的地方去 晚军的统帅上帝 这样宣布了 他的名是 耶和华 以色列的毁灭 阿摩斯书第六篇 住在西安享受安逸的人 你们惨了 在撒玛利亚山上 自以为安全的人 你们惨了 你们竟以为是 大以色列国中的名流 受别人的敬仰呢 你们到加尼城去看看 再到大哈马市 然后到菲利士人的加特城 去考察考察 这些国家中 有哪一个不比犹大和以色列强盛 他们的流土 哪一个不比你们广阔 你们以为大难临头的日子 还不会来到 但是你们的行动 正自取灭亡 惨了 你们这些人睡在象牙的床上 靠在安乐椅上享福 吃嫩牛和肥羊的宴席 你们唱心编的歌 用竖琴伴奏 像大胃一样 你们喝一碗碗的美酒 擦最上等的香水 却不以为 以色列的没落而悲伤 却不为 以色列的没落而悲伤 所以你们要首先被放逐 你们放荡 演乐的生活也就此结束了 至高的上主 万军的统帅 上帝指着自己发誓说 我痛恨以色列人的骄傲 我讨厌他们豪华的住宅 我要把他们的首都 和里面的一切 都交给他们的敌人 假如一个家庭还剩下十个人 这十个人都要死亡 当死人的亲戚来托尸首 去焚烧的时候 他们要对那躲藏在屋子里的人说 你以外还有谁 没有 大人要回答 没有了 亲戚说 噓 不要作声 不可提上主的名 当上主发命令的时候 大小屋子都要倒塌 成为废墟 妈 能在悬崖上奔跑吗 牛能在海洋中耕田吗 但是 你们把公平变为毒药 把正义变成苦药 你们自夸 打垮了 罗底巴 你们说 我们靠自己的力量 征服了加宁 上主 晚军的统帅上帝这样说 以色列人啊 我要使外国的军队 占领你们的国家 北从哈马埃口 南到亚巴巴海 你们 他们要来蹂躏你们 阿摩斯书第七篇 《蝗虫的景象》 至高的上主 给我看到一个景象 他造了一群蝗虫 那时候正当王家土地 第一期的农作物 已经收割 第二期的幼苗 刚开始抽牙 我看见蝗虫飞来 把地上的农作物 全部吃光 于是我说 至高的上主啊 求你饶恕你的子民 他们又渺小又脆弱 怎么受得了呢 上主的心软化了 他说 那么你所看到的事 免了吧 火的景象 至高的上主 给我看到一个景象 他预备火 要惩罚他的子民 火把地底下的水源 都烧干了 又开始燃烧地面上的一切 于是我说 至高的上主啊 请停止吧 你的子民又渺小又脆弱 怎么受得了呢 上主的心软化了 至高的上主说 那么你所看到的事 免了吧 千锤线的景象 主给我看到一个景象 我看到主 站在一道刚刚 弃好的墙旁边 手里拿着千锤线 上主问我 阿摩斯 你看见什么 我回答 千锤线 于是主说 我要挂起千锤线 让我的子民知道 他们正像一道倾斜的墙 这回我绝不饶恕他们了 以萨后代礼拜的地方 一定要被拆毁 以色列人的神圣 场所都要被摧毁 我要使 耶罗伯安王朝奉叶 阿摩斯和亚马歇 伯特利的祭司 亚马歇 打发人 去向 以色列王 耶罗伯安报告 说 阿摩斯 在煽动你的人民 要他们背叛你 他的言论 对国家 是不利的 他说 耶罗伯安 要在战场上阵亡 以色列人 一定会从本土 流亡到国外 亚马歇 向阿摩斯说 先知啊 你已经讲够了 你还是回到犹大 去说教 让他们供养你吧 伯特利是宫廷圣殿 是国家礼拜的中心 不准你再在这里说教 阿摩斯回答 我不是你说的 那一类先知 为了金钱而讲道 我是个牧羊人 也是看管桑树的农夫 但是 当我在牧羊的时候 上主亲自呼召我 要我出来向以色列人 传上帝的话 因此 你要听上主 对我讲的话 你不准我传上帝的话 不要我攻击以色列人 所以上主这样说 你的妻子 将在城里当娼妓 你的儿女 都要在战场上死亡 你的土地会被瓜分 你本人要死在异乡 以色列人 要被赶出本土 流亡国外 阿摩斯书第八篇 水果的景象 至高的上主 给我看到一个景象 我看到一楼熟了的水果 他问我 阿摩斯 你看见什么 我回答 一楼熟了的水果 上主对我说 我子民以色列的决击 已经到了 这回我绝不饶恕他们 那一天 宫廷的歌唱 要变为悲伤的哀嚎 到处都是尸体 一片死寂 以色列的厄运 你们这些人 欺压贫困 剥削穷苦 你们听吧 你们自己说 神圣的节日 快点过去吧 好让我们去卖五穀 安息日 快点结束吧 好让我们去做生意 我们可以抬高物价 用假砝码和小生斗 欺骗顾客了 我们可以用高价 卖出略等的麦子 我们要找个 无法还债的穷人 用一双凉鞋的价钱 把它买下来做奴隶 上主 以色列的上帝发誓说 我绝不会忘记 以色列人败坏的行为 我要使地震动 人人都要遭遇苦难 大地都要震动 像尼勒河的潮水掌落 到那一天 我要使太阳在中午下山 白昼变为黑暗 这是我至高上主说的 我要使你们的佳节 变为葬礼 欢乐的歌声 变为悲伤的哀嚎 我要使你们剃光头 破粗 劈粗麻 你们要伤心的 像死了犊子 那将是终日悲痛的一天 时候已经到了 我要使以色列遍地饥荒 他们饥饿 并不是没有饼吃 他们干涸 并不是没有水喝 他们饥饿 是因为听不到上主的话 这是我至高的上主说的 从南到北 从东到西 他们要到处寻找上主的信息 可是都找不到 在那一天 连美丽的少女和强壮的青年 也会因为口渴而昏倒 那些拜过撒玛利亚的偶像 像旦和别师巴的神明 许过愿的人都会倒下 再也站不起来 阿摩斯书第九篇 主的审判 我看见主站在祭坛的旁边 他说 我要垂直圣殿的栋梁 使整个屋子倒塌下来 砸碎每个人的头 我要用刀剑杀死其余的人 一个也不能免 一个也逃不掉 哪怕他们挖了地洞 钻进阴间 我也要把他们抓出来 哪怕他们爬上天 我也要把他们拉下来 哪怕他们逃到加密山山顶 我要要去搜索 把他们找出来 哪怕他们藏在海底 我也要叫好怪吞吃他们 哪怕他们已经被掳了 我也叫敌人处死他们 我已经决定要消灭他们 不帮助他们 至高的上主 晚军的统帅一碰地 大地就融化 地上的居民都哀嚎 大地像鱼轮河的潮水掌落 上主在天上建造居所 以苍穹覆盖大地 他吩咐海洋的水 倾倒在地上 他的名是耶和华 上述说 以色列人啊 我关心古时人 正像我关心你们一样 我领维利士人 出加菲托 领叙利亚人突吉尔 正像我从埃及 把你们领出来一样 我至高的上主 瞪着眼 看着最大恶极的 以色列国 我要从地面上 把他除去 但是我不会把 雅各的后代 全都消灭 我要发命令 把以色列人 放进筛子里 在列国里筛 把败类全被删掉 在我的子民当中 那些说苦难不至于 临到我们的人 的罪人 都要在刀剑下死亡 以色列的复兴 上主说 有一天 我要重建大魏 那破碎了的王国 我要修补他的城墙 我要重新建造 造得跟从前的 完全一样 使以色列人 能征讨残余的 以东人 收复属于我的师弟 这话 是要使这一切事 成就的上主说的 上主说 那日子快要到了 无故生长 收割都来不及 葡萄成熟 酿酒都来不及 大山 滴流美酒 漫过了小山丘 我要令我的 以色列民 回归故土 他们要重建破碎的城市 永久住在那里 他们要重新开垢葡萄园 和自己所酿的酒 他们要重新经营圆谱 吃其中生产的果实 我要把我子民种植在 我赐给他们的土地上 他们绝不会再被人 连根拔起 上主 你们的上帝 这样宣布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